高中少女暗恋老师,懵懂的爱恋终究是无疾而终。 今天介绍一部校园题材电影《我心雀跃》。 校园是青春的代名词,总是透露着一股国力。 草场上的欢声笑语是少男少女们在嬉闹。 上课领响前,教室里会有些嘈杂,有人看着喜欢的杂志,有人在窃窃私语。 墙上那句一寸光阴一寸金的标语被大获忽略。 到了收作业的时候,总会有几个男生没血,在课代表无奈的监督下争分夺秒地抄写。 高二少女维位处在这样一个美好的年龄段,她有着自己的小癖好,喜欢把杂志上好看的图片裁剪保存, 常常在上课的时候翻杂志,把精心挑选的图片粘在牛皮纸上,准备做成一本册子。 可惜纸太后无法盯装。 班长说美术教室里有大定书器,厚厚的试卷都能盯住。 少女等不及,下了课,拉上好友去美术教室。 途经篮球场,两位男生打着篮球,散发着自己的荷尔蒙。 好友看得有些出神,维维只能一个人进入美术教室。 年轻的美术老师邹也归来,宽大的短袖配着一条牛仔裤,头发有些乱糟糟的,一看就是不修蝙蝠。 可她有一张帅气的脸,健康的古铜色皮肤在阳光的映射下显得更有魅力。 少女害羞地跑开,对于新来的美术老师,很多学生是陌生的,这是二人的第一次相见。 不远处,同学徐经摆了个小摊,倒卖着批发来的磁带。 邹也走过来打了声招呼,接着挑选磁带。 还为平复心情的维维,看到同学和美术老师这么熟,心里有了小算盘,让徐经去求邹也,把自己的那些牛皮纸钉在一起。 她等在门外略险交集,始终不敢出现在老师面前。 显然徐经失败了,学校的机器不能随便给私人使用。 徐经倒退着和老师告别,撞到身后的围围,牛皮纸散落一地地掉在水坑里。 少女满脸的失落,眼看上课铃要响起,却迟迟不肯离去。 邹也也年少过,读懂少女的小心思,建议先去上课。 牛皮纸的事,她想办法解决。 维维人回到了教室,心思全在自己那些宝贝上。 下了课,马上去美术教室,看见邹也用运斗烘干了那一张张牛皮纸。 以前她也干过类似的事,处理起来很有经验,甚至有些欣赏维维,做出来的东西挺漂亮的。 还解释不借订书器,是因为那样做出的册子不好看,用线穿起来效果更好,甚至可以亲自动手帮忙。 邹也送出三本教拼接艺术的书,维维有些害羞了,低着头不敢和老师对视,点头致谢逃难似的离开。 情窦初开的她动心了,这学期刚上任的生物老师看中维维这个课代表,放学的时候结伴而行,聊一聊学习上的事。 维维忍不住打听,班上很多男生都喜欢你,那你有喜欢的人吗? 老师似乎并不意外,她早已经结了婚,她说早过了你们这个喜欢来喜欢去的年纪。 语气变得略显沉重,或许也在怀念自己的青春年少。 老师的神态和回答让维维变得安心。 原来喜欢一个人很正常,她的心情很愉悦,回家的路上一直挂着笑脸。 到了家,马上翻看邹也送的书,心里想着那位,人很温柔,还懂艺术的美术老师。 这份感情一发不可收拾,维维有事没事就到美术教室,学习着如何盯装册子。 邹也很好奇,少女为什么如此执着。 得到的答案是当同学录,维维在为一年后的毕业做准备。 这是她的青春纪念册,所以格外的用心。 闲聊的功夫,看到盖着白布的画板,维维想了解里面的内容。 邹也用还为画完推脱,少女有些失望。 她努力地克制好奇心,不让自己去掀开那块布,惹暗恋的老师不开心,绝非她所愿。 每周上课前,学生会成员都在门口检查谁没穿校服。 维维和好友被拦住,穿校服的时候看到班长在男同学的自行车后座上被门口的几位调侃。 他们这个年纪,心里想什么,大家都懂。 品学兼优的班长也有爱恋,更是给了维维动力。 最离谱的是一位男同学,每天忙着帮维维收生物作业,亲自送到老师面前。 好像身边的一切都在鼓励维维,做事要大胆一些。 她趁着上体育课的功夫,偷偷跑到画室,揭开白布。 画板上只有一张白纸,心里有点小失落。 她心里对走也好奇,想要再次拉近彼此的关系,窥探心上人的秘密。 一天放学前,维维和同学们玩丢沙包。 结束后气还没有喘云,急忙跑到美术教室。 四下无人拿起邹也的茶杯连喝几大口。 在她心里,这是第一次亲密的接触。 邹也进来让她有些尴尬,装作漫不经心走到长椅上坐下, 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。 时而害羞地低下头,唯美的画面给久未动笔的邹也带来醍醐灌顶的感觉。 把握住难得的灵感,赶紧画画。 一个人专注的样子非常迷人,唯唯看着邹也心里的爱恋更加浓郁。 没有出言打扰,静静地当模特,心里美滋滋的。 结束时已是夜里,唯唯特意透露家里没人,想让新上人请吃饭。 大直男邹也没能看穿少女的心思,爽快地答应,也好让学生尽早回家。 出了校园的门,并肩而行,给了微微一种错觉。 想着时机已经成熟,大胆地玩起老师的手。 邹也终于明白发生了什么,急忙抽出手臂,连饭局一起推掉。 从此总是有意地躲着。 每个班级都轮班在学校画板报,美术老师有义务指导。 到了微微的班级,邹也不出面,只留下一张草稿。 在班长的抱怨声中,微微在落款处写上,指导老师是邹也。 每一个笔划都写得认真。 偶然看到要去上课的邹也,她的时间几乎快静止。 眼里的世界变成慢动作,这个待遇只属于邹也。 为了让心上人注意自己,微微有了全新的想法。 生物老师因为漂亮,博得班级里男生的喜爱,从此她也注意自己的身材。 期盼着快点发育。 在班级负责打扫校园卫生的时候,微微和同学们去偷花,想把学校绿化一下。 花盆都放在美术教室前,邹也出来帮忙,始终没有和微微有任何交流。 少女心里无法平静,晚上回去睡不好觉,总是想着念着心上人。 第二天,大清早跑到学校,给那些花花草草浇水。 只要能出现在邹也面前,会用各种手段。 趁着美术教室没人,偷偷进入抄课程表。 以后邹也什么时候空闲,他能了然于胸。 这些单纯的小心思是青春期最真实的情感。 刚刚抄完课程表,徐晶带着鱼缸进来,意在装点美术教室。 接着邹也到来,一直聊鱼的事,好像微微是个透明人,看都不看一眼。 他故作冷酷,为的是划清界限,失声恋绝不能发声。 不然害了少女,也耽误自己的前程。 微微不死心,那颗年轻又纯粹的心无处安放。 经常在教室里发呆,幻想着恋爱的场景。 他学着生物老师的样子,穿漂亮的裙子,时刻关注邹也的动向,然后假装漫不经心地路过。 一次次的制造偶遇没有丝毫效果。 邹也越来越害怕,不上课的时候也不在华市。 有意地逃离微微视线。 几天的功夫门口都花粘了,根本经不住晒。 学生们把花搬到美术教室,邹也没有反对。 害怕与微微共处,拿起教案去上课。 一位好奇的男同学四处翻看,发现了邹也的画本,上面是人体艺术。 情窦初开的孩子根本不懂,认定是见不得光的东西,将画册偷偷带走。 微微趁机拿走心上人的勺子用来吃饭。 他以为这样是间接接吻,他的心情变得畅快。 夜里同学请客,既然还喝了点酒。 结束饭局,回家他听着音乐开心的舞蹈,不小心打碎了几个瓶子。 五彩斑斓的碎片被贴在同学路上当封面,与多彩清纯主题无比的契合。 走野的心也乱了,他不小心拔掉了鱼缸氧气管的电源。 徐经高价买的鱼缺氧而死,曾经关系要好的师生结下梁子。 这些都已经不重要。 他已经递交了辞职信,交集手续已经办完。 收拾东西的时候,微微到来。 同学路已经做好,微微却没有拿走。 想着让心上人在上面写一一记语,完全没意识到即将到来的分别。 那份懵懂的爱恋会像那条死去的鱼再也不复存在。 徐经为了报复,从同学手里得到走野的画册,撕下来贴在美术教室的外面。 微微看到慌了,他曾经当过走野的模特,也许是心上人根据自己的样子凭借想象力画出那些画。 恰逢美术教室被校长封住,美术老师也离开。 他找校长理论,承认那些画是自己的。 校长根本不在意。 他和走野交涉过,画上的人是走野的爱人。 走野走得悄无声息,微微心有不甘,他的同学路还没拿回来。 可找了很久也没有。 直到周野寄来邮件,正是那本同学路。 他没有在上面写际语,有一天上面能写满同学的留言。 但总会有一张留白,需要微微自己用人生感悟去填写,填上心里的那份遗憾。 影片结束,青春就像剧中两门课程,生物是生理上的变化,懵懂的情感是一种本能。 而美术是用一笔一画的勾勒,将最好的记忆记录并保存。 最后终究会有留白的地方,不会画得满满当当。 那就是成长过程中的遗憾,因为不完美才更加让人怀念。